台湾经贸 全球风貌 您好 欢迎收看影音快递 如果要到台北来看展 您第一个会想到的是哪里呢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会立刻联想到台北世界贸易中心 也就是一般俗称的世贸 但是看了那么多次的展 您除了知道哈佛近有101台北国籍会议中心 国贸大楼和军乐饭店之外 对它的了解又有多少 在这一集的影音快递里 就让我们带您来全方位认识台北世界贸易中心 台北世界贸易中心 拥有完整四合一建筑群 将产品展示 贸易服务 会议服务 及旅馆餐饮等四大功能共购一区 也因此挤身为亚洲最重要的展场之一 台北世界贸易中心一楼展场 为台湾最具规模的展览场之一 面积达23,450平方公尺 共分A B C D 4区 总计可容纳1300个标准摊位 全区皆可无限上网 目前每年举办近100场次的国际展览 累计400万人次来访 展览场地使用率高达83% 更是全球之冠 许多知名的国际大展都在这个地方举办 是全世界最繁忙的展览馆之一 位于展览大楼二到七楼的交易市场 共设有1052个展示间 提供给国内外厂商作为展示宣传行销的注点 20多年来一直是台湾最具代表性的金毛橱窗 不仅拥有优良的生活机能及软硬体设备 同时也具备展场及新银商权招商的潜力 是企业进军国际的最佳跳板 展览期间带来大量的买主 增加很多接担的机会 同时也可以看到不同行业的产业产品趋势 最重要的是贸写图出馆 有非常完整的工商名录 非常有利于开拓国际市场 我认为在世贸中心设立办公室 是最经济获得最大的效益 因为许多的国内外餐展都在这里举行 还有旁边的新银商圈 非常的便利 所以在世界贸易中心设立办公室 是我最好的选择 展览大楼二楼 共有四间会议室 用作举办研讨会 开幕仪式 街星产品发表会等活动 可依照需求自由布置 其中三间才弹性隔间 最多可同时容纳600人 2003年启用的多功能展览三馆 可以说是为中小型展会 特别量身打造 可以容纳365个展览摊位 拥有590个停车位 因为地处新一计划区精华路段 除了具备和台北世界贸易中心 相同的招商功能之外 也是中小型展会的最佳选择 邀请您下次来看展的时候 可以博空参观一下 二到七楼的展间 说不定会有意外的收获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最新的活动信息 法国Valio Service集团 以销售汽车类商品为主 年一额高达18亿1500万欧元 在外贸协会多年来 连续积极的恰腰下 该集团称用电子采购经理 将于1月中旬来台采购 并于1月18号上午10点 于世贸易馆二楼的第二会议室 举办一场采购政策说明会 由于这场活动的报名 截止日期为1月15号 请有兴趣的厂商 及早报名参加 有关的采购项目 以及当天的流程 您可以透过荧幕上的联络方式 洽询承办人员沈小姐 谢谢您收看本期的影音快递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